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表示 在因为川普的零容忍政策 而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儿童中 有500名已经与家人团聚 在川普下令结束拆散家庭的政策以后 预计将有更多的父母与子女团聚 不过对于他们非法跨境的指控将不会被撤销 我们的人对于这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处理得非常好 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应该解决了 总统修改政策赢得了国会一些盟友的赞扬 我们要保持家庭的完整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一不小心又回到以前那种 捉了放放了桌的政策 那只会吸引更多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议员们继续抨击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 那些来到边境的父母和孩子们 只是为了逃避暴力和死亡威胁 没有必要对他们严加指控 对每一个非法跨境的人提起刑事指控是没有必要的 川普的政策面对许多挑战 起诉非法跨境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一个联邦法院已经判决移民家庭 不能被拘留超过20天的时间 总统想用来解决问题的行政命令 想与第九上诉法庭一位法官的态度相矛盾 那位法官在2015年的时候表示 奥巴马总统把孩子和父母拘留在一起的政策 是非常不人道的 川普表示这是民主党的错 并说他们比起自己的公民更想保护非法移民 我们想要一个强大的边境没有犯罪 他们民主党要的是开放的边境 让MS13黑帮的人混入全美各地 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 他们占据240个席位 共和党还控制着参议院 民主党也是少数党 共和党控制着白宫 他们控制着行政机构 但是他们居然问 为什么民主党不能解决问题 上周 共和党关于限制和重塑 美国移民政策的提案 没有被众议院